哈囉大家好 我是竹竹 歡迎收看這一集的對決啦 耶~~ 欸 竹竹啦 這一次我們要來開箱 B.E.30的抽抽包 然後我們這次全部都有 我自己有先去 把劇番頭城偷抽三個 欸 老婆知道嗎 我知道 我跟老婆去的 因為你這次的聖誕禮物就是戰鬥圖 老婆給我預算是一千塊 然後我就剛好抽到一千 計畫通 但是我可以大屁孩 這一次這個B.E.30抽抽包系列 通常抽抽包的這個畫面 有一個最大的 這個就是千王 這次的千王就是鼓打說 他的那個接近盤是最大的 他的各種配置都是跟空氣有關係 空氣 比如說向右迴旋 然後就會產生一個上升的氣流 降低他的那個軸心跟戰鬥環接觸 就可以讓他轉得比較久一點 空氣騎士 他這次的千王其實還蠻佛心的 因為他結晶盤前兩個都是空氣騎士 後面的配置幾個都是一些不錯的陀螺 比如說崇聖鳳的 異色版 這類型的 我覺得這個紫色的很美耶 等一下看來看一下 而且他有那個第一代陀螺復古版 極地銀 然後一個是麗岩飛鳳 這次有兩個字 那我們一次就全部把它打開給大家看吧 終於我們把所有的東西開箱完了 都組裝完了 組裝完了 這兩個跟經典款的有貼貼紙 其他的我們是沒有貼 空氣騎士嘛 兩個異色款 這顆就是本色的千王空氣騎士 這個就是一個頭盔嘛 然後是面罩 看得出來他是一個還蠻大的一個結晶盤 這是他的螺旋的韌 整體來說他沒有到很重 這邊一樣是可以去裝等級的環 他搭配的是12鐵 12鐵是就是按照他旋轉方向 可以產生不同的風壓 他搭配的一環 右迴旋的時候 他可以產生一個向上的風 就是一個上升力道 他搭配這個軸型是ET軸 ET軸基本上就是他在快美麗的時候 這一環會動的會碰到戰鬥盤 所以他在最後存活的階段就是還會蠻持久的 這次的第二個千王 空氣騎士 他是第一個千王的異色版 這個是白色銀色 他的盤是超Z世代裡面最大的結晶盤 第二個千王他搭配的是11鐵 11鐵他本身的盤是比較外闊一點 重心是對稱 所以擁有比較相對高的穩定性 他搭配的是一個POM材質的圓形軸型 旁邊是一個不同的塑膠設計 有點類似煞車皮的概念 那他原有的文案是講說 就是如果他準備要被擊飛的時候 他可以用這個去煞車 但我個人覺得說如果當時候 如果你這樣打下去 這個其實也會增加自己的困擾 然後再來就是極地銀狼 夜宴飛鴻 我就想說狼應該是銀色的吧 都叫銀狼了 然後是一個紅色的 這個是經典的極地銀狼 原始的配色它是銀色 它這個是異色版的紅色透明零件 它後面是有兩個重量嘛 螺絲鐵 配的是比較好的零鐵 再來是一環 一環是據說如果向右迴旋的時候 它可以產生一個上升的氣氧 再來這個AT軸 也是一個比賽蠻常見的軸 這個配置其實算是不錯 這個是什麼 然後這個是烈焰飛鴻 這個是一個景點的款式 本來是紅色的 它這次出了一個是銀光綠 烈焰飛鴻F 跟前面極地銀狼一樣 是第一代的戰鬥陀螺 它搭配的是石鐵 有10個刃 重心是蠻平衡的 T環 它蠻特別的地方 就是它可以上下翻轉 看你要用右迴旋還是左迴旋 然後你的刃要怎麼樣偏都可以 這邊有一個get code 它的卡榫 這是SW軸 它基本上就是利用它的重量 還有它的旁邊相見的一個突出的金屬 來攻擊對手 它那個重生鳳凰組都蠻喜歡的 重生鳳凰組我覺得蠻美的 它拿起來是有點重量感的 這款在比賽的時候已經就是很常見了 它的特殊能力就是它受到攻擊的時候 它的這個重生的裝甲會彈開 保護本體讓它本體繼續轉 只是這個去年是它彈開的時候 可能會打到自己 焦點自己的修理 基本上它是一個蠻重的結晶盤 它搭配的是12體 右迴旋可以產生一個上升氣流 然後左迴旋可以產生一個下壓的氣流 增加它的抓地力 它搭配的是 擁有強化彈簧的F軸 裝起來會比較緊 F軸它的這個中間有一個小點 基本上應該也是可以當作一個持久的 基本的軸來做使用 它的狀態是如果它在攻擊的時候 可以直接從攻擊轉換成持久的型態這樣子 再來就是那個地獄的三頭犬 被我戲稱是戰鬥陀螺版哥家 概念是很像的吧 這個都是金色的嘛 而且也有三個頭 地獄三頭犬 它是可以裝成機關的 看到這邊有個洞 它有個機關它裡面有彈簧 在受到敵人攻擊的時候 它可以從這個彈簧去削減敵人的攻擊 它是一個防禦型的結晶盤 它的配置是四鐵 它有四枚魚刃可以強化它的離心力 這個是MR軸 它有一個鋸齒的設計 然後是圍繞在一個肩軸 因為它搏搏打的停留的位置 來決定它是攻擊還是持久 還有這個 我剛剛覺得這個很酷 然後雖然君說這還好 對這還好 可是其實我覺得這很酷耶 因為它銀色配透明白色的零件什麼 讓它的盤看起來是蠻帥的 我會覺得它還好是因為它並不是 在打的時候它會有一些變化 它是你要戰鬥之前 你要把它拆開做調整 它有兩個型態 防禦跟攻擊 我就是個膚淺的人 我覺得我就外觀來看它很美耶 它造型就是一朵花 雖然君剛剛有給我看過 它盤的設計是後面的一個小卡榫 你可以讓它在攻擊跟防禦模式之間切換 像這個嘛小卡榫 打開之後它就可以去切換 它的攻擊 你調整成五刃的時候它會攻擊的 五刃的話就是它一個雙重刃 所以它這樣打起來就是 比較大力 防禦的話就是打開 它是時下小小的揍 還是有個一下刃 好痛喔 好痛喔 對 就是小小力的揍 就是防禦這樣 綠龍猿它是沙拉曼打 就是火龍 它有兩個型態可以變換 一個是十刃的狀態 十刃狀態就是防禦 它可以十刃連打 那再來就是它也可以調整成 五刃的型態 五刃的這樣子重合的型態 然後去做攻擊 它配的是十三鐵 十三鐵它右迴旋的時候 可以產生向下的風壓 然後向左迴旋的時候 可以產生一個向上的風壓 再來它的軸 是一個強化的B軸 它的尖端是這樣平面的感覺 它在移動的話 是在戰鬥盤上畫小園移動 我個人覺得沙拉曼打跟地獄 三頭圈是我比較不想要抽到的 最後一個了 之前我有開過帝王魔教 鯊魚啦好不好 這是不一樣的顏色 我覺得它是一個小千萬 或是大千萬的 因為它有一個等級環 多了一點小東西 讓它看起來更強 而且還有附這個 這過去好像要比賽得名 還是什麼的才會有 或是雜誌送的 好像是一個獎勵喔 然後 這嗎 鯊魚 好看 你很嗚咽 它就是一個等級環 然後它可以讓它變得比較緊一點 帝王魔教的話 它基本上是一個防禦型態 就是用多刃連打的方式來做防禦 等級環 它可以 就是像這樣裝在裡面 那其實等級環可以裝在很多不同的陀螺裡面 然後增加它的緊實度跟重量 裝了之後它比較不容易縫 它這個搭配的是一個十三鐵 十三鐵像右迴旋的時候 它可以產生一個向下的風壓 會增加它的抓地力 那如果是向左迴旋的時候 會產生一個上升的氣流 減少軸心跟地面的接觸這樣 再來就是這個 M環 它是一個五刃 攻守兼備 它的軸心呢 是用S軸 是一個有尖端的設計 它就可以在轉的時候 蠻持久的 算是一個蠻基礎的軸 好 快速的把這個 每一個的特色大概都 都講過了 我們要來對決了 好 之後的規則也是這樣 是每次新開箱的 新的這一批 勝利軍 來跟水仁君決鬥 那水仁君 他可以使用了 就是過去很多的經典款式 或者是他很喜歡的陀螺 唯一的限制就是 不能用新的 就我只能用新的跟你打 有個限制喔 有吧 我只有八個陀螺 你還想跟我搶啊 好 反正我就是拿我過去 覺得很強的配置 來跟竹竹打到 沒錯 欸 也不對啊 通常最新的陀螺都蠻強的 好 那我們來對決吧 我們來對決 那對決拳 你先抖出一個符合 配置很強 你還要打 一顆陀螺打三次 用經典的對決方式 最先得三分而已 我覺得是一顆啦 我在這一些 就是不同的環跟軸 還有盤裡面 湊出一顆 我覺得最強的配置 來跟你打 我決定選 我決定選這個 紫色的鳳凰先生 但他要這麼緊 搞不好我不用換 我想要試試看這一位 什麼 怎麼樣 我以為你會選籤王欸 你以為我會選這個嗎 因為我覺得你用籤王跟我打我一定數 你現在是在 古惑王 使用籤王 然後我就 欸 觀眾跟主人講 我講是不是實話 我現在是用這個喔 神功力士 你每次要用神功力士來打我 你已經三級了 你要突破神功力士啊 加油 所以我現在有一個超強的 來發射器 雖然我不用用 好啦 籤王啦 我覺得我們可以相信一下水子軍 我腦部很弱欸 你說要用籤王 我就用籤王 好 直接用籤王 好 我們直接進決鬥啦 好 我們要開始決鬥了 張瑋玉 嗯嗯 好 我要對決的是這位 籤王 給大家看一下 這位就是本次這個 B130抽抽包的這個 籤王 空氣騎士 Air Knight 大一個 你輸定了 我是CG11扭蛋的 神功力士 非常有可能會獲得 開頻道以來第一次的勝利 好 3 2 1 1 加油 空氣騎士 欸 空氣騎士 是不是很難 哇賽 直接往生欸 你直接 你直接勸戰欸 你的發射器不是很厲害嗎 你的發射器很中二 你們看 對 我把所有可以裝的東西都放下去 第二局 第二局 1 喔 欸 我剛剛 我剛剛自己差點摔出去 嚇死我了 欸 直接輸欸 你直接 你直接被我打爆了欸 我直接贏了欸 開台以來 獲得最甜美的果實 就是在這一集了 我終於贏了 所以都已經 YA 對於這次B130 頭抽包系列 所有八個陀螺裡面 你覺得哪一個 得你心 他只是贏我這個 除了這個以外 哈哈哈哈 就想要籤王啊 好啦 那總之呢 今天B130 抽抽包 整個大開箱 給大家看 精彩的 竹竹音 誰對決對決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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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在這邊了 這一集呢 非常經典 值得回顧啊 喜歡我們影片的話 或者是想看竹竹之後 如何可以繼續 保持勝利 歡迎我們影片的話呢 記得訂閱一下 我們辣機的YouTube頻道喔 你們也可以 在底下留言 告訴我你的心得 就是之後 會有什麼心得 或者是你覺得有什麼樣很強 幫助我打扮水族群 幫助我打扮水族群 大家都沒有留言 大家覺得 想要繼續看我輸 好 那我是組織他的水族群所長 我們下次再見啦 掰掰